那佛山是您最能打的 不敢这么说 耶文的儿子是我的师父 李小龙是我的师父 哦呀 哦 哦 这我试一下 啊 要不您串拳打我一下试试 我演了 我能站住 你哥咱俩实战 积极开 原来我还是 很难看 如果是图小的话 大家好 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订阅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大型电视连剧 寸拳凤一系列的番外片 肌肉巨汉顺良轩大轩 去永春拳拳馆踢馆 永春拳传人用寸拳寸大轩 一拳将200多斤的 肌肉巨汉大轩 寸出去极迷远 并感觉自己和大轩打实战的话 凭自己的毕生所学 还是能占上风的 但是网友们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肌肉巨汉顺良轩去佛山踢馆 踢馆的话 连这都不知道 一看这位大叔就没看过电影 接下来咱们就看 这位高情商大姐的回答 你看大轩笑着心花怒放 这个回答没毛病 于是大轩又问到这位大爷 一听大爷的回答就是实在的 大轩继续随机挑选路人询问 这次大轩终于找对的地方 叶问永春从华拳馆 大轩这一身肌肉块一看就来者不散 馆长正在练习木人装 这位馆长名叫董从华 叶问永春第二代传人 师从叶准 叶问永春从华拳馆馆长 他的头衔非常多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 得知他是馆长后 大轩问出了那个心心念念的问题 佛山是您最能打吗 不敢这么说 我听说您是叶问的第二代传人 随后馆长介绍起了自己的身份 叶问的儿子是我的师父 哦 懂了 叶问真传 李小龙是我的师父 哦 这就非常厉害了 我们来听一下馆长介绍 他师父师叔之间的关系 我的师父是叶准 叶准他的砂板是叶渭 叶渭给你小朋友 刚刚这个吃手的动作 叫吃手 我很好奇这个 两个人就知道吃手 目的是什么呢 吃手就是锻炼我们的一个工坊 待会我们可以大概是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吃手 接下来馆长和大轩展示了 他们说的这个吃手 这属于典型的穿透物术了 我不是很懂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演示 当然不会真相 比如这个动作 一打出来 你就压我的时候 就砰 就沙脖都可以擦眼睛 哦 这样 对了 那我就用力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以快打慢 当然了 这是最肤浅的看法 大轩这身肌肉块 明显速度非常慢 机智的大轩用自己的手 仅仅抓住馆长的两只手 从场面上来看 馆长还是能挣脱的 机智的大轩立刻表态 那个咱今天主要是学习 这个切脱咱就不切脱了 跟师父一起学习一下 机智的大轩选择用拳击报价 来对付传统武术泳春拳 那我要是传机的报价呢 比如说 比如报价比如说 还有下山路 对 这个我们直接 平时来 哦 这样的 好 馆长可算找到一个免费的人肉沙包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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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哥拍个视频 费老命了 随后馆长向大轩展示了自己的牧人装功夫 看着和电影上一模一样 电影上应该是按照师父们平时练习的动作拍的吧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熟悉的环节了 寸拳 和寸拳一样 先是站上去检验 为什么没跳呢 我感觉一跳就得断 当然了 我的看法也有可能是错的 其实一拳打断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感兴趣的是 馆长为什么会抽手这么快 我感觉应该是这一拳打到了墙上 实在是太疼了 当然了 我这个看法很大可能性也是错的 一生要强的大轩 表示要试一试 第一下大师满意的笑了 第二下大师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机智的大轩立刻给大师一个台阶下 师父立刻就坡下驴 这个有点潮 然后师父用自己的长处速度 来拿捏这个身体笨重的大轩 当然了 要强的大轩仍旧毫不示弱 我感觉也非常快 只不过大轩没准头打偏了 机智的大轩另辟蹊径 自己肌肉块大血厚 所以抗击打能力绝对要强 于是大轩选择让大师用寸拳来寸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 这拳确实非常有力量 双方都出现表情包了 倒地的大轩立刻解释 因为传统武术都是打的内劲 虽然表面看不出来 但是大轩的内障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了 百年之内必定身亡 于是大轩又问大师 如果和自己实战的话 胜算如何 这句话恰恰相反 我感觉拿东西的话 你才有可能打过顺良轩 机智的大轩又开始拖大师 随后大轩总结了今天踢馆的感言 我们来听一下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董师傅能让我面对面的体验这种一种生全的魅力 从小就是我只是在电影里也在网上看过 今天真的实打实地感受到了这个永春全的威力 感谢董师傅 感谢董师傅 最后二人合影留念 对于这次拜访 尤其是两人的实战 一位永春全同行表示 放开手脚打 董春华不可能打得过你 我把话放这了 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吧 真动起手来 会不会像马老师一样一拳被Q 一拳倒不至于 毕竟馆长年轻力壮嘛 永春全是杀人计 上山路下山路 为什么会打下山路 因为这个拳法一开始是创给女人防身的 确实 严永春是永春全的开山鼻祖 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位网友给我们捋了一下 董春华的师傅是叶准 叶准的师傅是叶问 叶问的师傅是陈华顺 陈华顺的师傅是梁赞 梁赞的师傅是梁二弟 梁二弟的师傅是梁兰贵 梁兰贵的师傅是梁伯涛 梁伯涛的师傅是严永春 也就是永春全的创始人了 这就到根上了 看这位网友说的头头是道 再看他的IP是广东的 应该没错了 但是其他人却不干了 严永春的老公是洪西关 洪西关的儿子是谢苗 谢苗的干妈梅艳芳 这就扯得有点远了 洪西关我说啊 第一次听说严永春 还是小时候 看张维建版的少年方世玉 当时没想到 严永春居然这么厉害 春拳应该是永春拳里面的一招 大宣表示 要去挑战最能打的人 其实广东还有一个最能打的人 就是少林派的妙峰 希望大宣能够和一号联系一下 两人联手去挑战妙峰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 订阅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